大家好,歡迎收看老師連線這一段採訪 為大家請了保善老師 保善老師,你好 你好,老師,你好,各位吉祥 我要看你的視頻 年初的時候,你就預測到香港今年的混層了 你要看到香港今年有幾個字 我記憶很深刻的 你說驚天地一鬼神 現在香港都過了大半年 所以大家覺得香港現在要熟悉,要抹身 為什麼呢?所以你看到蔡天鋒遇害 街頭巷尾,刀光劍演 所以人家又用香港去大刀匯 然後又有很多家庭的倫理慘奇 不斷地發生 所以生前對於我來說,可能都挺憂慌 所以我今天也想第一個話題問一問保善老師 你年初預測的不是我剛剛錄的字可以形容得完 所以現在你回頭看你今年的預測 以及你對香港現在的下半年的現況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呢? 首先我講2023年驚天地一鬼神 它不單止是香港地區 它更加是全球的 首先今年2023驚天地一鬼神是何時開始說呢? 是2015、2016年的時候 我就已經開始說了 然後由2020、2019、2020年我都有一路的預測 都有一些叫做好的不靈、醜的靈 在說到特別是今年的時候 我都說了,今年2023香港如果只是單止香港 這個大刀匯是會繼續發生的 有很多的大變化 這種驚天地一鬼神劇 你對今天如你剛剛所說 很陌生 又熟悉又陌生 陌生就是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 為什麼這些事情會在香港發生呢? 甚至前一陣子在鑽石山那件慘案 為什麼會這樣發生呢? 大家都會很抑壓 甚至去到後期那件案的過了不久 牛池灣又有人拿著八刀 在這裡走來走去 那個隧道那裡 為什麼香港會變成這樣呢? 甚至在現在我們出街 都是一眼觀測的 甚至我們去跟別人分享的時候 就是大家出街不要再玩手機 不要再聽歌了 你和家人出街 甚至你自己出街 你更加要一眼觀測 有什麼事不是走不走 是保護自己的人身安全 保護你的家人的人身安全 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現在我經常說 今年在我的節目裡面說 我們今年的直連卦 在這個古人有一個叫兆康節 兆康節裡面他發明了一道 運算甚至預測的方式 或者他看天地的一種預測項也好 或者演繹天地的學問也好 叫做王極經世 今年的卦象就叫做風火家人卦 這個風火家人卦就是好的卦 明明是一件好事 就叫做楊德楊惠 陰德陰惠 剛柔德惠 代表什麼呢? 爸爸做爸爸的角色 媽媽做媽媽的角色 子女做子女的角色 一家人是融融、黑黑、和和、落、落、落的 但是逆經不是只有一個看法 逆經是有很多種看法 有四個字叫做錯、中、複雜 其實是逆經裡面用出來的 就是說我們逆經裡面可以這樣看 又可以反過來看 甚至可以拆開不同的組合體 同樣道理 這支卦象 舉例這個卦象叫做規掛 將風火家人卦一調轉就是一個規掛 這個規掛就是木字邊 一個貴卯年的貴字 今年就是貴卯年 木字邊一個貴字就變成規 這個規代表規為 一家人是互相不理會大家 互相謀害大家 互相殺死大家 互相去攻擊大家 代表一家人是分崩式離的 甚至這個地球 甚至一個國家 都會是慢慢逐漸步向這個方向 而香港你看蔡天鋒這個案件 是不是就是家人害家人 雖然是前夫 但是他還是有關係的 子女等等 還是有關係 甚至你的前老爺 前家人互相謀害 這個就已經是認了這個規掛 所以今年就說 由家人掛很明顯進入了規掛 所以由這個規掛的時候 變成 而這個規制也都 假借就是一個武器 一把刀一個兵器 就是規 所以這個規制就是什麼 這個規制變 變成再加一個干哥的歌 就是葵 是一個武器 是一個兵器 所以當這個規掛的時候 今年你說為什麼我會預測到 就是大都會發生 一家人會互相謀害 甚至名字裡面有個縫字 我的節目裡面 你有說過有縫有雞 有縫字 三點水一個光光鳥紅 水光鳥就是一個紅 這些都是特別要小心 然後還有 剛剛有隻小黃鴨在維港 又來多了 上一次就是2013年 這個占領中環是不是2014年 是的 沒錯 這隻小鴨來了 然後又是漏氣 又是有這樣的事情 又是發生 所以人們經常說 這隻小鴨來了之後 對我們香港有什麼影響 這次是兩隻鴨 兩隻鴨 一講就是兩鴨 誰知道現在變成一講一鴨 名副其實 有人有一個笑話 寶瀋老師有沒有聽到 一個兩制變成一個一制 說兩隻黃鴨 原本你是一個兩制 兩隻鴨 現在無端端射了 是躺平了 一個一制 有人是這樣說 這個就是他按照這個掛像所說 他的演繹 這個就是 有些人覺得對就對 各人有各人的看法 同樣道理 是不是一種暗示 是不是一種天意的御視 是不是 這件事我們也不評論 因為我還還身處香港 這個 鴨仔這件事 我經常說 其實是一個不好的掛像 有些人 洩氣 流氣 被人放棄 他就是一個掛像 那些人還要山長水軟 拖家戴口 一起去到維港 哪裡看隻鴨 看完隻鴨就是什麼 洩氣、流氣 和被人放棄 是吧 無論你是食字 我們經常說 什麼叫做掛 近則取於身 遠則取於象 這些就是掛像 它顯現出來 它背後一定 天地 凡事存在 就必定合理 是不是 這個天地 為什麼太陽在這裡 月亮在這裡 每一樣東西存在 就必定合理 你怎樣去演繹 怎樣去理解它 好了 在這裡 又有一個掛像 香港接下來的下半年 大家就更加要警醒 更加要注意 你說今天第一鬼神到了沒有 其實在世界各地已經不斷陸續出現 例如加拿大的山火 歷年是最多火頭的 這是很嚴重 新聞說 連紐約的天空都染成紅色 這件事已經是天象 好了 再加上 烏克蘭的局勢 這個烏克蘭的局勢 我在一開始 我這一年有沒有預測 有 是很暗時地預測 在這裡我也不能夠明說 但是我可以說到的是 在接下來的秋天 一定會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很大的變化 甚至這個變化就是 好像三國裡面 官渡之戰也好 赤壁之戰也好 是以弱性強的 那我不能夠多說了 如果真的變了以弱性強的時候 這個世界會怎樣走向呢 這就是一個大的變局 因為它不是一個小的影響 這個世界是蝴蝶效應 連以效應是很厲害 很厲害 甚至會影響我們一般的小小市民 都會有影響 就是這樣 你有沒有其他問題 我們又可以交流一下 我先回到前面 你說香港是規劃 天天地一鬼神 現在是否已經去到一個點風 還是怎樣 我都很關注 還未去到最厲害 還未去到最厲害 這個絕對不只是香港內部的問題 香港是一個小地方 它可以有什麼大問題呢 所以這個規劃也好 這個2023億驚天地一鬼神也好 香港都只不過是一個被影響的 就是被一個漣漪所影響的一個點 它不是由這裡爆發出來的 而是它只是一個其中漣漪的點 在今年 又只是單止今年的計 我不是在說之前 也不是只 只是今年2023年驚天地一鬼神的話 香港是被影響 被漣漪所影響 不是說香港內部 有些驚天地一鬼神 不是不是不是 那你在這個環境中 你覺得有什麼方法 可以避一避 即是虧空 是的 吹吉避空 首先 我有一件事 我在我自己的頻道 《佛都有火》 我自己的節目裡面 我是藉著這些所謂的 預測也好 說神說鬼也好 說什麼罰你 任何東西也好 這是一種工具 這個工具是讓我們發現 我們自己的內心這個寶藏 這個才是最重要 譬如今晚我剛剛做完直播 我直播的名字叫做《香港鬼股》 但當你按進去聽我整個直播 我根本就不是在說鬼股 我是在說其他事情 我們怎樣去看這個世界 同樣道理 我們去做這些預測 我們去說這些事理 背後我們想達到什麼目的 我們背後想提出什麼 我們背後想說什麼 這個才是最重要 而是我們經歷了種種的苦難 經歷了種種的困難 在這些苦難和困難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沒有見到我們自己 我們有沒有見到自己 還有我們有沒有見到人性的善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們沒有在苦難當中 或者沒有在困難當中 我們見不到人性的善 甚至我們見不到我們自己 我們只會不斷在痛苦裡面鬥血 因為仇恨有力量的 但是愛更加有力量 信仰善的力量是絕對比信仰惡的力量要大 因為我經常說一句話 宗教使人分裂,但信仰使人團結 因為宗教都是一種意識形態 你有你什麼教,我有什麼教 大家會分開 但是如果我們有一個共同的信仰 而這個信仰是善的時候 我們所有人奔向同一個方向的時候 這個光明就能夠驅散 這是一種很重要 但是你說我們這個善 是不是天真地去相信 無知地去相信 絕對不是 是不是? 譬如我們人生 到三四十歲 五六十歲 難道沒有見過壞人嗎? 一定有的 我經常說看破放下 看破什麼? 看破人性 放下期待 什麼叫看破人性放下期待? 從我們出生 從懂性開始 我們已經被人欺騙了 誰欺騙你? 你父母欺騙你? 欺騙你什麼? 你乖,我明天就買東西給你吃 你不要扭,明天就買,明天就買 明天就買,明天就買 明天就買,明天就買 你必然受到傷 嗯,就是有一個人的本質是什麼 我們經常說 變,已經說變 變,亦還有三變 就是變亦、不亦和交亦 或者叫互亦 在這個人就是變嗎? 人才是不斷地變的 是不是? 這個社會變不 impromptu 當這個社會變,人在那裡變 你不變你就是出問題 所以我們要懂得如何去變 如何去變得更好 好了,人就是你不變,你變,我又變 接著有些人有一個所謂的承諾 我希望你愛你一萬年,或者怎樣 到最後會有很多失望 因為在現實裏面有很多不同的變的發生 人要懂得變,這個變就是我們怎樣可以將自己調適到最佳狀態 令到自己的生命狀態變得更好 我們一起變好,這個才是善的信仰 而不是我變好,你不要變好 這個不是真正善的信仰 所以我們信善的時候,我們反而是經歷人生種種苦難的時候 你有沒有向來去看到 你懂不懂得愛自己呢? 你懂不懂得圓滿自己呢? 這個才是最重要 而不是說我們怎樣去躲去哪裏 有能力的人就可以躲去哪裏 沒有能力的人在哪裏都躲不了 是不是? 而且即使如果你真是觸碎,那麼不幸運 發生核戰 人無逃於天地之間 你在頻道裏面都說過 今年是凶炸 頻頻湧現 沒錯 燒烤、跳樓 今天也有一宗想自殺的 然後你看媽媽捏死三個小朋友 即是懷疑懷疑胸 是不是? 媽媽懷疑她對自己的小朋友落手 三個 是不是? 你虎毒都不吃宜 她為什麼可以絕望到 即是我們前提是 否定了這個媽媽 有心去謀害 即是我們希望假設性 是這樣 而可能是那一剎那他突然間失了常態 一個人是要去到多絕望 或者他要走到一個多 挖攏的地方他才會想起這件事 其實是很慘的 其實是很慘很慘很慘 你怎樣點擊中它爆發 最恐怖的東西就是這件事 你點擊中它爆發,這是最恐怖 那一刻是失去了人性 失去了善 那一刻的腦裏可能全部都是惡 即是我自己的理解 但用惡的笑 他怎樣讓我轉化到自己可以這麼狠心 像你剛剛說的 他可能真的很絕望 很多人很絕望 如果一個人是很絕望的笑 他有什麼可以化解 我的理解就是你剛剛說的善 沒有 primera 如果你們真的面對一個發生瘋的人 不是跟你說道理 你是不斷叫他的名字 非常大聲地叫他的名字 就叫他回 Defence 就譬如他的名字叫陳泰文 他現在拿著刀在你面前 捏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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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泰文! 不斷叫他 他叫他 陳泰文! 陳泰文!你在這裡 那當然你自己要懂 Allison 然後ем videos 你不是赤手空拳,随时他的死力是不够他 你在安全的状态下,或者你一定要逃离一个危险的地方 你去喊他的时候,有机会喊得回醒他 发狂的人,他的眼睛是无神的 你看看那个兇手,杀人那个 鑽石山那个,他的眼睛是无神,他的眼睛是嘔的 你看那个新闻,有个厨房的大哥,拿一把椅子敲他 敲完他,他整个人呆了,醒一醒就在那里哭 那一刻才是他的本性出来,你觉得是吗? 他那个人才回来 他整个人丧了,他会失控 你明白吗?他丧了,他要喊他回来 失控过一刻,我们的理解 我看到你也有说过,现在香港是白面年龙 那个人是灵魂的灵魂 他是不是灵魂叫回来,他那一刻灵魂不知道在哪里 或者是有些东西控制他,还是怎样呢? 那个心被蒙蔽,那个心被蒙蔽了 这个心被蒙蔽,你从中医的角度说也行 你从这个灵学的角度说也行 你从心理学的角度说也行 那个人是失了常态,我们简单来说 为什么呢?人可能转向牛角尖都完全忘记自己了 他完全忘记自己了 他就是在情緒裡面 他只是在情緒裡面的時候就失控 情緒掩蓋了一切、掩蓋了理智 扯著他去 那就出事了 所以如果家裡有一個經常情緒失控的人 其實做父母、做家人 真的有時候 報警或叫醫院 是必須的 他真的要吃藥 他不是說拜神 這些是後話 但是前提是一定要找醫生 一定要吃藥 他一定是吃藥會好一點 相比起不吃藥 無論你是中醫、西醫、治療法 你一定要有專業人士 去處理這個問題 先止咳 立即有急 喚急輕重 然後你再處理是不是撞斜 等等問題 這些是後話 但是第一步真的要 去 有一個安全的地方保護他 亦都要有一個安全的地方保護家人 這個很重要 不是說他 看他都沒有什麼 過兩個星期他就去覆診 看精神科醫 不行的 有時候有些東西不是你可以等到覆診 而且真的要保持藥 因為以前 我有一個學生 他的兒子就是有這些精神病 而他父母是很重的 很疼愛的兒子 被兒子打到全身瘀傷 都不敢報警 因為他怕影響了兒子 因為兒子 一打他們就忘記了所有東西 到了清醒後就跟媽媽說 媽媽對不起 不要拘捕我 但是如果父母不狠心去報警 其實遲早有一天 父母就死在兒子手上 所以他一定要報警 捉了他 在醫院治療 到正常時才放他出來 是要這樣的 沒有辦法的 有時候去到這個最嚴重的地方 現在這個社會是精神病的社會 你剛才說過 最艱難的事情 或者可以說最恐怖的事情 還未過得完 未未未未未 那下半年香港 是不是還有一些結難 有 有 這個有結難的意思 不是說 好像 大家有個瘟石撞下來 不是 那種深層次 是人入面那種不斷的壓抑 有很多不開心的事 陸續會發生 你聽不聽得到沒有 譬如 明天那裏垃圾 後天那裏死人 這裏發生什麼事 那種壓抑 可能是 很多不同的小事不斷堆跌 令到最後 那種內在的 撐不住 還有一種爆破點 我記得你在視頻裡講過 2027是中國之戰 中國 不是中國 是中國 局 局 局勢的局 叫做中局 中國之戰 中國之戰的意思是甚麼? 就是玩完了 2027年 去到2027年 他不只是單止某一個地區或者某一個國家 2027年我們說的就是 這個地球 整體 到時是一個大計數 是一個大計數 所以你說 有朝一天香港沒有2023驚天地入鬼神 我反而是開心 對不對? 最多人說我不靈,有甚麼所謂 但是至少這個世界和平、眾生平安 對 所以我希望我是由2020年8月1日已經開始 祈求世界和平、眾生平安 一直到今年8月1日 所以我寧願我不靈 我寧願別人說保善神君不靈 沒有驚天地入鬼神 我寧願如此 而不是寧願 很準,靈了 死了很多人 那有甚麼用 沒有用 所以我去講這個2023驚天地入鬼神反而是更加希望 令到大眾更加希望關注世界和平、關注眾生平安 甚至去關愛身邊的人 關愛自己 這個就是我講這個2023驚天地入鬼神的目的在這裡 是誰 在這時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